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西运程下线的诗村遗址已经连续发掘了三年 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发现了玉环 骨气 陶气等丰富的养勺石器遗物 还有黄河流域最早的夯土围墙 中国最早的石雕残庸等丰富的考古成果 也让诗村遗址入围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中平 今天我们就为您一一介绍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命名为养勺文化。 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下县西音村遗址当中发现了半个碳化的残碱, 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却始终没有确定具体的年代。 2019年,齐大考古学院的师生们在去西音村遗址仅20公里的诗村遗址, 发现了一枚石雕残涌,经研究属于距今约6000年以上的养勺时期。 我们同学在刮面的过程当中,他出现了,他出来以后大家都不认识, 经过我们以及相关专家的去观察,大家一致地建议,他就是一件石雕的残涌。 2020年,齐大考古学院的师生们在诗村遗址又陆续发现了三枚石雕残涌。 这四枚我国年代最早的石雕残涌,身上的花纹仍然清晰可见。 相传,皇帝之飞雷祖浇迷养残于下陷。 尽管传说当中的雷祖无法考证,但石雕残涌的出土, 却印证了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的仙民们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养残骚思的技术, 也为探究丝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事物资料。 去年就是在刮墙的时候,就突然发现那有一个东西,就是骨头。 剔一剔之后发现应该是人的,然后再慢慢地把那个划出来, 然后把骨头全剔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二次的练骨葬。 二次练骨葬,属于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葬俗, 是将死者的尸骨整理之后,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埋葬。 这种埋葬方式,在新世纪时代的很多遗址当中都有发现。 目前,极大考古学院的师生在师村遗址先后发现了15座养勺早期的墓葬, 为研究6000年前新世纪时代, 近南大地上的人类社会形态, 体质特征,亲缘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夏县,因相传夏朝定都于此而得名, 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 这里是春秋时期,靖国贤臣介子推, 武圣关羽,书圣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 北宋名相司马光的故里。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音村进行了中国人第一次独立的田野考古发掘。 自此,这片土地就吸引了几代考古人来此探寻。 2019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这里开展田野教学实践, 并在第二年建立了全国领先的实践基地。 今年,又有46名学生将在这里开始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考古发掘。 他叫李广泽, 在今年的实习工作动员大会上, 他从吉大考古学院院长赵斌俯手中接过了下线实习的团队旗帜。 这一面旗帜,凝聚着一代代吉大考古人的坚守, 老师们的期许和同学们的满心憧憬。 然而,来到诗村遗址,下到探方, 李广泽心里的激动之情变成了敬畏。 老师教我们挂面的方法之后, 一层层去剥离之后, 你会发现真的是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神奇的现象。 人类的遗迹真的会被这些土壤做非常忠实地记录下来。 那这点就是, 第一次画出一条一个遗迹线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非常高兴。 就是自己掌握了首产诗天书这么一种可能入门的技术了。 三年来,吉大考古学院的师生们 在这里发现了玉环、绿松石吊坠、淘气等丰富的遗物。 他们距今大约6000至6500年, 比1926年李静先生揭示的西英文化还要早上500多年。 可以说,他填补了养烧时代早期的空白, 这些丰富的考古成果, 也让师村遗址入围了2020年中国考古师大新发现的中坪。 目前,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的师村遗址, 已经发掘了近2700平方米。 今年,发掘区还在扩大。 布帆是2019年来师村参加考古实习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当时负责发掘区的航拍工作, 拍摄到的每一张照片他都仔细查看, 这份信心也让布帆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 我在航拍图上发现了一道比较直的黑色的条带状的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跟航拍太像了。 我和段老师商讨了很长时间, 然后后来最后段老师跟我说, 这个就是城墙, 就是甚至至少是个墙, 夯土,夯土墙。 我们在我们的2019年的发掘区, 我们发现了聚落的两道围墙。 目前我们看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 这是第一道围墙的基础墙的基潮部分。 然后它的年代是最早的。 那么第二道围墙呢, 它的墙的基础部分被第一道的围墙打破和第一道围墙。 那么一起构成了这个聚落的环绕的屏障。 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第一道围墙和第二道围墙的墙的基槽的部分呢, 有不断分层堆积, 而且经过夯打的痕迹。 断天井口中的这两道夯土围墙, 已经进入了第三年的发掘阶段。 它们是黄河六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围墙。 对研究我国夯土工艺的起源, 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士尊遗址啊, 主要发现了三个时期的遗存。 这三个时期分别是新时期时代的养勺时代早期, 东周时期和宋经时期。 那么主要的遗存是新时期时代的养勺早期的这么一个聚落遗址。 当时的人们的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是怎么样? 一时住行又有哪些信息呢? 我们师村遗址这个遗址啊, 给我们了很多信息。 师村遗址的田野考古还在继续, 夯土墙的走向是否存在护城河等问题, 在等待他们找到答案。 一百年前, 中国现代考古发掘是于河南养勺。 九十五年前, 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是于山西下县西音村。 在下建这个中国考古胜地, 在中国考古百年之际。 极大考古学院发掘养勺早期遗址, 这是中国考古血脉的延续, 是极大考古人精神的传承, 更是华夏文明的召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的电视剧史上 有这样一部神剧 有近代版《红楼梦》之称 它就是大宅门 转眼间 据电视剧《大宅门》首播已经过去了二十载 白景旗的《家国情怀》 他与杨舅红七晚的爱情故事 仍为人津津乐道 近日 北京京剧团携他们创牌的京剧《大宅门》 来到咱长春 给戏迷朋友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世家公子白景旗在人生得意之时 为了花魁养酒红 结官车下街牢 但门第的悬殊 让他被白家赶出家门 孩子也被夺走 二人之间充满矛盾的爱情故事 是电视剧《大宅门》导演 及编剧郭宝昌先生最看重的 这一剧情也启发了北京京剧院 此次打造的这部视角独特的京剧《大宅门》 正是以二人感情为主 京剧版以杨九红这个一辈子没能踏进《大宅门》 却始终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女人的视角 讲述发生在《大宅门》里的故事 颠覆电视剧版的男性语境 以江湖对峙庙 凭申请挑战规矩 扑述一段跨越阶级与门第的虐恋 代演杨九红的小派传人索明芳 既要有花旦娇俏活泼 还要有大清衣的韵质风华 这个白锦旗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就有一个 妈呀 有这么一下 所以我就用入了小派的这个 这个十三眼当中的这个 这个亮眼 所以就是这个眼神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花旦 就是因为这个角色在前面 可能花旦的这个部分偏多 后面呢唱腔多了 就慢慢进入清衣这个角色 既有高腔又有低腔的 这么一个声誉跨度特别大的 这么一段唱腔 所以融入了很多张派的唱腔 扮演白锦旗的谈派传人马伯通 也同样打破了戏曲的单一行当限制 他既要有武生的武打 又要有老生的唱念 相较于表演上的创新 京剧大宅门中的音乐 则要传统许多 观众们不仅能听到熟悉的 电视剧原声旋律 还有高波子 小山楼等京剧传统唱腔版式 其中在最后一场戏中 白锦旗与杨九红分别时的对唱 则采用了余瑶伟这种传统唱法 白锦旗与杨九红之间的爱情 就如同四季一样 从一见钟情的浅犬春意 监牢中熟身成亲的夏夜炙火 大宅门中 雨似双剑的秋雨透骨 到最后追逐逃跑途中的冬雪苍茫 一段孽缘相对之间 再见一难 看完了戏 庄园啊 再带您看看展 东辽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地处长白山雨脉 这里是辽河的发源地 更是清代皇家的圣经围厂 这片土地滋养了灿烂的民间文化 也孕育了多彩多艺的东辽人民 红红火火的满足简纸 五彩斑斓的颜值画 象征福禄双全的葫禄画 还有木板烙画 鱼谷画 面素 木雕 弓箭 这150余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作品 都出自东辽县 为一匠人之首 东辽县文化底蕴深厚 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二人传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简纸之乡 更是有18项手工制作技艺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四项为省级飞移 其余为市级县级飞移 在这次展出的11项飞移系列产品中 最有地域特色的当属简级 满足简级它最大的特点呢 它就是说它的题材呢 主要是满足人的日常生活 作品呢比较粗广 快面结合 线条呢 也是比较明快的 东辽满足简级的传承人呢 白丑任老师 他就是正宗的满足正黄金 所以他的满足简纸呢 是很有满足特色的 这幅呢就是康熙狩猎图 在我们辽阳市呢 有一座山叫寿山 这座山得名就是康熙 在圣经围场围猎期间过寿 清寿这座山呢 就命名为寿山 套色简纸吧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说让人看起来 这个作品非常有层次感 套色简纸它一定是啥呢 哪种颜色面积越大 它是第一场先铺上去的 先沾上去 比方说这幅画面里头 这种黄色它的面积比较大 它一定是先把这种黄色 先沾上去 沾完之后呢 第二种就是这个绿色 它把这个绿色的形状 剪出之后呢 再沾到绿色 绿色完之后呢 用这个折尸颜色 再用黑色 就是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块 它已经是用最少 用四种颜色的纸 杨勇是辽园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辽木把落花的 非遗传承人 东辽木把落花 是用可调节温度的电烙铁 在木板上烫出烙痕作画 作品不仅具有中国画的 勾 乐 碟 染 擦 白鸟等创作手法 还可以根据温度不同 烫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 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我这幅作品呢 是非常写实的 首先呢 用铅笔切稿 切的是竖标稿 你的竖标稿呢 越详尽 将来你这作品呢 就是 真实度就越强 而竖标稿切完之后呢 再用那个 垫的烙笔呢 先是先用非常浅的颜色 先整个先烙一遍 完之后再层层加深 最后呢 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 木板烙花不仅在东辽 有着悠久的历史 也和东北人的生活紧密相连 过去家中的炕琴 立桂 上面好看的花纹 有些就是用烧红的木炭 和旧铁丝烫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一项 变费为宝的艺术 同样为东辽 变费为宝的艺术 就是鱼骨画 东辽鱼骨画呢 它主要是采用的是 三年以上野生的鲤鱼 胖头鱼 鱼骨 制作的这个鱼骨画 因为呢 三年以上的野生鱼呢 它的骨质比较细密 颜色呢 做出的鱼骨画呢 效果就特别漂亮 飞鱼之美 美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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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手巧的东辽民间艺术家 将围场历史和鱼猎文化相结合 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东辽飞移艺术 令观者赏心悦目 笔墨横姿力尽挺 气韵生动 佳品成 这些行云流水的书法作品 和华美自然的中国画 都出自画家王赫赫之手 近日 他带着两百余件精品立作 在吉林省公益美术馆 举办了一场 吉人回乡书画作品展 书法作品包含 长轴 手券 策页 美术作品中 既有现实主义题材和文人化题材 又有写生的小幅水彩作品 形象生动 引人入胜 后面这些作品 以家庭的敬物 还有母亲为模特 这一套系列叫母亲家园 这里头有几张 我还是感觉比较满意 能把母亲的整个的 她的这种形象和这种精神 能够把握得住 比如说后面有一幅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孟娇的这首诗 后人也无法超越了 我认为就是说 自己画的时候 把这种对故乡 对母亲的这种情感 装进去容纳进去 用法子真情的去画 那么她的技法 其实就在其次了 出生于吉林长春的王赫赫 自幼便开始接触书法与绘画 17岁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之后便一直在北京发展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国家一级美术师 是中国画坛的中间力量 虽然离乡多年 但年幼时书法绘画打下的基础 至今仍然影响着 他的创作风格与创作理念 那天我见着段成贵先生 还想起我小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个不好的字 有一些招牌字 不要看 是回眼的 其实小的时候 先生的直言片语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生 在王赫赫的大幅中国画中 还塑造了很多健康 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形象 而无论是表现传统经典 还是现实生活 他都不拘泥于传统 坚持博彩百家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这幅画的构图 我在这个小的稿子上 反复推敲过 人物的聚散 还有留白 空白 为什么没有画背景呢 我就突出人物的这种 纪念碑式的这种 比较肃穆的 纯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画上背景 反倒显得多余了 而且让人思考的空间没有 这一系列的画 可以说代表了我 整个对写实绘画的 一个探索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也想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吉林省的文化事业 添转加往 欢快跳动的音符 诠释着纯净的冰雪世界 在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 仅剩不到百天之际 一场以拥抱冰雪 唱响冬奥为主题的 交响音乐会 在省图音乐厅上演 吉林省交响乐团 特邀台湾著名指挥家 陈志生职棒 携手省交响乐团演奏家 为观众献上了 奥运号角 乘坐雪橇 溜冰原舞曲等中外曲目 这十首与冰雪相关的音乐 时而高亢激昂 时而浪漫唯美 向大家发出 畅游吉林冰雪的邀约 也对明年即将举办的 北京冬奥会 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风雪爬丽 是一首富有浓郁东北地域风情的作品 由吉林省交响乐团著名作曲家 朱广庆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 乐曲灵动轻盈 跳跃婉转 生动描绘了冬日广袤的黑土地 鸾铃响彻 爬丽在风雪中悠然奔驰 临海雪原玉树穷花的美好画面 他与司马同龄在国内外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至今一直活跃在国内民族音乐的舞台上 风雪爬丽它的整个音响相对会比较干净 对 但是它的民族味道会缺一点 所以我们就把明月的板弧 还有邦迪这样的乐器放到乐曲中来 所以尽量去维持它的原汁原味的效果 改编人交响曲 这是世界首演的 我们献给吉林的观众朋友们来支持奥运 代表我们的热情 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能够圆满举办 前一阵在长春市孔子文化园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九十九堆新人身着忠实喜福 行传统礼乐之礼 许下了他们相伴一生的承诺 请心腹为心绪饮水获冠 虽然仪式当天的气温有些低 但这丝毫不影响新人们的喜悦之情 集体婚礼仪式 按照中华传统婚礼仪式举行 九十九对夫妻身穿定制的传统喜福 郑重而庄严地行了 卧冠礼 敬天礼 拜堂礼 合集礼 洒无谷 及正婚礼六项中华传统礼仪 在第一届集体婚礼的时候 我们就跟很多的研究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专家进行了研讨 我们是加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能够感知到 他们的婚礼是天之地之 祖族之 然后呢那个家人之 他们自己新人之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的加持 让他们对这一份不同寻常的 与众不同的这种婚礼的仪式 让他们对于这种婚姻也好 家庭也好的理解更不一样 在汉世周礼之中 新人们许下一生一世的承诺 没有了传统宴席中的工酬交错 铺张浪费 却平贴了一份独特的浪漫回忆 今年报名参加集体婚礼的九十九对夫妻 有刚步入婚姻的新人 还有结婚十周年 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的幸福家庭代表 在西式婚礼盛行的今天 这场传统中式礼乐婚礼的回归 也让他们找回最初的夫妻之意 与结发之恩 结婚已经32年了 结婚比较早 那时候生活条件有限 所以吧 就是说结婚那时候 没有这么好的仪式 主要是缘一个年轻书女梦吧 今年是公益集体婚礼举办的第三个年头 生活频道作为主办方 对于新人来说 就像娘家一样 李红和刘金亮是在第十八季 全程热恋的舞台上 牵手成功的新人 因为一些原因 两位新人错过了去年的集体婚礼 一直觉得小有遗憾 今年一听说还能举办 他们马上报了名 我俩是第一对报名的 最有正式的话 我觉得很新颖 我也很喜欢 我想尝试一下传统的婚礼 我感觉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吧 桃之夭夭 浊浊其华 知子于归 以其世家 公益集体婚礼 已经成为了吉林省公益领域的一张名片 在传播中华传统魅力的同时 也向全社会展示了吉林省的公益力量 和幸福吉林的美好样貌 我们和吉林电视台联合举办这样一个盛典 其意义不在于青岛啤酒本身 而在于青岛啤酒履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及其的回馈社会 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我是庄女儿 咱们下周再见